还在争论到底是鲜有鸡还是鲜有蛋吗 其实正确答案已经有了 那就是鲜有蛋 至少在太空中是如此的 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下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 1989年肯德基出资赞助了一个太空实验 名字叫做Checks in Space 太空中的小鸡 目的就是要看看未来他们能不能把业务拓展到宇宙当中去 改善马特达蒙只能在火星上吃土豆的窘境 虽然炸薯条也是他们的业务重点之一 但是比起更加鲜美可口的炸鸡块还是逊色了一点 因为众所周知 凡是地球上的生命都是离不开重力影响的 拿发育当中的小鸡胚胎举例 其作为营养物质的蛋黄总是会被重力拉到下面去 为了防止它始终站在一个地方 母鸡就进化出了不停翻动鸡蛋的本能 然而到了太空当中 微重力的环境很自然 就使得蛋黄漂浮在中间了 既不用翻而且翻了也没用了 这会对小鸡的孵化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吗 是会有B的影响呢 还是会有力的影响呢 考虑到我们相当单调的太空食谱 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验证的想法 虽然任务徽章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肯德基logo 但这个想法本身呢却并不是肯德基提出来的 提出他的是当时一个正在读初二的学生 约翰·维林格 据说维林格有一次去参观了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被那里的一个关于鸡的胚胎是如何发育的展览神神吸引 回家后就立马开始动手识操了 通过这么亲自孵化小鸡 维林格了解到重力会把蛋黄拖到蛋壳的底部 必须要定期翻转鸡蛋才行 所以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别人家的孩子维林格呢 大概率会发明一个什么自动翻蛋的装置出来 但是巧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老师告诉他 NASA正在组织一个与太空相关的比赛项目 你愿意参加吗 这一下子呢就启发了维林格 他想啊 我们干嘛不试试在太空中孵化小鸡呢 如果没有重力来拖动蛋黄 是不是也会让胚胎造料的方式更加简单呢 于是啊维林格马上就完上了他的想法 提交了上去 连续三年呢都拿到了地区冠军 并最终在1983年的时候呢 获得了国家级的冠军 NASA自然已经注意到了他了 当1985年最终决定要把这个项目 放在自己四年将要发射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时呢 他们为已经在普渡大学上了大一的维林格 找来了一位资深的工程师 好协助他一起啊 把实验装置给做出来 你们来猜猜啊 这位工程师来自哪呢 对了 就是肯德基 这也不奇怪嘛 维林格想要做的是在太空中孵化小鸡 而在地球上孵化小鸡最厉害的 当属肯德基了 于是马克道色 这位为肯德基工作的优秀工程师呢 就和维林格走到了一起 两人一师一友的合作 甚至远超这个项目本身 当然那是后话 我们暂时就先忽略了 说回来啊 大方的肯德基不光送来了人 在看到有望开出世界上第一家太空餐厅的希望后呢 他还送来了5万美元的钞票 作为该项目的赞助资金 NASA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既送人又送钱 这肯德基的合作可以长线做下去哦 维林格和道色的效率确实也十分优秀啊 他们很快便制造出了一个太空孵化舱 计划将12枚在发射前刚刚受尽的鸡蛋呢 放入其中 8枚将完全处于轨道上的失重和辐射环境当中 另外4枚则额外加上牵板保护 以尽可能的减少太空辐射的影响 同时在地面上呢 还有另外12枚鸡蛋作为对照族 由维林格亲自孵化 它会像是母鸡那样 每天翻动鸡蛋5次希望在21天之后呢 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986年的1月28日上午 大二学生维林格呢 在又一次跟负责本次太空实验的 宇航员克里斯塔麦考利夫交代完细节之后呢 最后一个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爬了下来 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载着未来小鸡们的航天飞机升空 可是啊 仅仅73秒之后呢 随着一声爆炸 所有人的希望都落空了 这就是著名的挑战者号灾难 七名宇航员殉命天际 当然维林格的鸡蛋也随之蒸发了 灾难之后啊 维林格返回普渡大学继续学习 稻舍也返回到肯德基去继续开发新产品了 所以太空小鸡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啊 NASA 肯德基 维林格和稻舍都没有死心 他们很快又主宰了一起 为三年后的发现者号航天飞机 设计一个升级版的全新实验 这次将有32枚鸡蛋上到太空 16枚呢 是在发射前的两天受惊的 另外16枚呢 是在发射前的9天受惊的 也就是说 其中的一半小鸡胚带在上太空前 在地球上发育的时间是远大于另一半的 实验者想要看看他们之间啊 是否也有区别 这次的任务呢 是成功的啊 1989年的3月18日 发现号航天飞机载轨飞行5天绕地球80圈之后呢 带着宇航员和这32枚还在孵化中的鸡蛋 完整地回到了地面 其中一批啊 被立刻拿去进行组织学 形态学 以及矿物元素的解剖分析 另一批则被精心照料直到孵化 3月24日晚间 第一只经历了太空飞行的小鸡 终于破壳而出了 幸福的人们给它起名 肯德基 接着又有七只活蹦乱跳的小家伙 转了出来 只可惜呢 他们没有争取到取名的机会 有点意外的是啊 这8只幸运的小鸡呢 全部都是那批在发射前9天受精的胚胎 而他们跟地球上孵出来的小鸡 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这些太空小鸡长大后 所生下来的太空机二代 也还是跟地球机一模一样 所以看起来啊 小鸡胚胎的发育 应该是有一个预知的 在没有达到那个预知时呢 微重力对它的影响大到了 能够直接杀死它 而一旦越过了那个预知 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肯德基的太空生意是有希望的 而那只叫做肯德基的太空小鸡呢 也被送到了路易斯维尔动物园里面 愉快地度过了一生 虽然待遇上比不过在巴黎拥有一尊雕像的太空第一猫 弗利塞特 名气上也比不过太空第一狗 是吗 很遗憾啊 太空加勤竞赛中呢 还有另外一名选手呢 苏联 而且人家看起来似乎比美国走得还要更远哦 怎么回事呢 我是火箭书 关卓 下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